我的演講對不對 再加一次三月會 謝謝你 謝謝你沒有忘記我 其實這個演講其實本身是不容易的 為什麼?因為一個講師 他要講一個演講 一定要符合他自己的特質 而且講的東西一定要真的 對不對? 如果我講的不是真的 那這個對觀眾太殘忍了 然後除了有親身的經歷之外 對不對?要讀一些書 他現在有學術做根基 你們覺得我是不是讀書人? 看得出來嗎? 那個氣質好像是抓不來的 他那些老師一看就是有氣質的人 大家知道在台灣演藝圈 我的學歷非常的高 如果有看到這裡就有寫 我們的章節也在發這個 我說為什麼要發這個呢? 原來這個留寫我的背景 美國22州分泰蘭大學 英語教育跟雙語教學雙科碩士 其實成為藝人絕對不是我生命中的規劃 絕對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如果要當藝人 我根本不需要到美國去留學 還拿兩個碩士 你知道到美國留學 窮人家的孩子是很辛苦的 你知道嗎? 光天氣就動沒掉 我的母校在二汗二中在東北 一年到有半年一下雪 Snow 阿湯教老師我是怕冷不怕冷 我的體質就是不怕冷怕冷 我是寒性體質 你看喔 然後我這種體質在美國 每年要冷瘦半年的Snow 很可憐耶 那個一冷的時候 第一個現象就是那個腳 腳就會開始動裂 就很容易流血你知道嗎? 在美國跟在台灣不一樣 在美國買藥很困難 在台灣容易對不對? 你腳凍傷可能是藥房對不對? 買個什麼藥擦一下就好 美國不是的 美國第一個 你要到西藥房 西藥房就很少 你好不容易找到西藥房 Druck store Excuse me 跟他溝通對不對? 給他看 OK 講了老半天 對方也聽懂了 你知道嗎? 他們有那個藥 可是他不能賣你 為什麼? 我們就在流血了 你知道嗎? 碰了鑰匙 買給他買 他又賣賣賣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Excuse me sir I need a doctor Please keep a shit 他要醫生的廚房簽 你知道嗎? 我要去哪邊拿醫生的廚房簽 禮拜天對不對? 我那裡如果很難受 叫你掛急診 Emergency 去掛急診 然後去哪? 你知道嗎? 看個醫生 禮拜天還掛急診 那可能我一個月的生活會都沒了 聽他這麼一說 我都好了都不痛了 再回家 哦! 所以啊 這個是經歷很多事 很多事喔 那真的 走延藝圈 真的不是我的深愛規劃 他就在你的面前 真正的 幹嘛? 有看到哪? 是誰? 吳宗憲 吳宗憲 憲哥 這個是憲哥 帶我進點一圈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來呢 我這個是挺開心的 我來呢 也知道我們金石建設 你在嘉義 真的是響叮噹 因為我們金石建設 太特別了 對不對? 除了是剛才 總經理告訴老師說 已經三十幾年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們呢 有一個這個口號 這個口號我都記得 你們很重視呢 這個建築物的安全嘛 別人呢 用五分的鋼筋 你們比較骨盲 你們不行 大家用幾分? 七分 哦! 我聽一下 這這麼懂的 你知道嗎? 哦! 因為呢 你鋼筋呢 五分就可以了 你們要用七分 你們的成本就 up了 你知道嗎? 成本up 價格可能不能太up 因為稍微只會比較 對不對? 那價值一任就縮小 所以我覺得我們Jerry 這個總經理很棒的 然後真的 他說沒關係啦 國力多小是不是? 而且還有你們是一條龍 你們自己買土地 自己蓋 自己賣 生活服務都是自己嘛 哇!好棒喔! 你們如果到台中 哪一天要發展到台中告訴我 我把阿伯知道嗎? 三年後 三年後已經有在想了 就在規劃了 到時候如果用到我的時候 再請Jerry分析我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對不動產是情有獨鍾 大家知道 通力圈老師我結婚了沒有? 我是沒有結婚 我今年11月 我已經那一年老人津貼了 你知道嗎? 你第一次 你到那個老人津貼 我是月退你知道嗎? 哇! 你到那個錢一點都不開心 就覺得蠻難過的 怎麼時間過得這麼快 我本來都不知道我可以領的 然後怎麼突然之間 我的戶頭多了一萬三 而且還是勞工局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勞工局 會不會一萬三在我的戶頭 那原來就是我的藝術幫我辦 後來去了解說 陳老師 這是你的老人津貼 然後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真的過得很快 那我這樣子的身份 我怎麼可以高枕無憂? 其實我常常都在講 我雖然沒有生的育女 因為我是單身 但是我有孩子養我 你知道嗎? 哇! 我那個孩子好乖喔 就為了亂跑 他就坐落在那裡 你知道嗎? 我那些孩子也不必吃飯 你了解嗎? 我只要每年幫他繳低價稅 房屋稅 我那個孩子每個月 就會給我錢了 那我的孩子是誰? 房子嗎?對不對? 給我房子是這麼好啊 你有沒有想過? 我雖然沒有真的生小孩 不過我把我每間房子 當成我的孩子一樣 他們都很乖 現在每個月都給我生活費 所以我讓我呢 這個退休還是呢 生活無所缺老 還是還蠻幸運的 所以我現在來到金石建設 我用過來人的身份 我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投資房子 買房子真的很好 不過買房子要很小心 真的 因為咪咪咪咪咪啦 像我現在台中的房子 對不對? 我都不曉得建設公司是哪一家 啊有的我知道 我已經不見了 而且 所以我們就是在賭運氣的 你知道嗎? 好像你那個緬甸人在賭時 該賭啦 如果賭好就好 如果賭不好 那自己就倒楣 所以這是我現身說法 然後你知道嗎 我很愛買房子 我第一次買房子的時候好好玩 我第一次買房子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38歲 我買的是套房 我就印象深刻 而且那個套房剛好價格是50萬 那是我一輩子第一次買的房子就是套房 那你知道我怎麼去買那個房子了嗎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手機 我們要打電話是不是要找公共電話打對不對 那個公共電話停上了就貼一個小字條 套房50萬 然後是什麼地點家 那就留電話 那我就剛好身上存了50萬 剛好套房50萬 我就打電話過去 請問一下 我有看到公共電話停有一個小字條 你們在賣套房嗎 他說是的 真的50萬嗎 對呀 好那我可以跟你見面嗎 我可以買 結果我跟你講我就給他買下來了 那是我第一個買房子的經驗 買下去之後我爸爸媽要去看房子 罵我罵了要死 你知道嗎 整個都不對 為什麼整個都不對呢 那個套房格局很小 然後那個樑柱 有沒有 我媽媽說 兒子 那個床頭上面不能夠有樑柱 會壓著你 不行 我說媽媽 我這沒辦法 因為我這套房大概五六坪 我那個床是雙人床 我移到哪裡都會遇到樑柱 你就想啊 那個樑柱在中間 你知道為什麼移我都沒辦法 一定會遇到樑柱的 然後呢 我第一次買房子 我媽媽說 那沒有你這樣子啦 如果你遇到樑柱 不行不行 你就找人家做什麼 做格局 有沒有 做那個叫天坡 把它隔起來 你了解嗎 結果人家失誤來也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很矮 我身高159公斤還可以 我如果隔起來 我那個房間 175公斤以上就不能進去 我進去就撞到樓柱 根本不能進去 他說陳老師 你這個不能再隔了 你這個隔了 真的不像話 你這這麼矮 還隔 不行了 那是我第一次買房子的經驗 而且我還不曉得 買房子怎麼可以辦貸款 而且還可以殺價 這些我就不知道 所以老師你買現金 我就給他現金啦 我就是公公啊 你才知道 我那時候真的多猛啊 就是真的就給他現金 請那個代書他們辦 這是我第一次買房子的經驗了 所以我說 買房子 很多人可能一輩子才買一次 找好的信譽 那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今天那是Jerry 如果有這個機會 或者有需要用到我 我都很樂意 來這個跟大家分享 來跟我們消費者講 一定要找我們金石建設 好 這個都是我可以做的 謝謝 那今天來跟大家看 談如何向錯誠 say yes 哦 要yes 我現在生活這個過得很好啦 真的 你們認為嗎 我如果跟大家講說我沒錢嘛 你們認為我有沒有錢 有 為什麼會認為我有錢 這位美麗的姑娘 為什麼 你會認為我有錢原因在哪裡 比如說演講工作啦 哦 演講工作 很不錯 對 所以應該是有錢 對 謝謝你 那還有呢 有沒有男士認為我有錢的 哦 Jerry 你認為我有錢 為什麼 我以前租了一塊看板 如果沒有錢 不會租了 哦 我的那個108萬看板 是不是 那個看板 我當然會講 那個看板 12個小時就不見了 12個小時不到 花了108萬 我都沒有講什麼 你知道 應該是有錢 對不對 謝謝啦 這個 大家各位認為我有錢 我說真的 我現在的生活是挺好的 哦 真的是 反正是不愁吃不愁穿的 我覺得已經很滿足了 但是來談談我以前是 我是怎樣一個人 來 今天呢 我也帶了我的志傳 這本志傳呢 要派成八點檔大戲 它的名字叫在地養苦瓜 這種台灣人的書以後已經沒了 前一本是誰 光陽中的一條船 就正封錫的嘛 但是你現代的小孩子 你拿正封錫給他看 太遙遠了 他們感受不到嘛 對不對 太遙遠了 你拿了在地養苦瓜 湯林軒給他看 欸 那他們還有感受 為什麼 因為我還活著 是不是 所以給他看在地養苦瓜 在地養苦瓜 這個名字取得也很特別 他為什麼叫在地 因為我是台灣人啊 I can speak a Taiwanese 字 我什麼叫羊 Overseas last row high 我留學美國嘛 以前說到美國 我們就是留羊 有沒有 放羊對不對 為什麼叫苦瓜 苦瓜因為叫 bitter melon 當時候呢 在舉這個苦瓜的時候 我跟出版社說 我真的不能接受苦瓜 我很排斥 如果你要什麼瓜 那我就哈密瓜 或者是水蜜桃 另外有人想法是 我還是單身欸 我還是想找到另外一半欸 你了解喔 我沒有想要孤老終生欸 了解嗎 你把我叫苦瓜 我怎麼泡妞 你知道嗎 你叫我苦瓜 不行的 然後出版社跟我講 他說老師 他們想一想一下 叫苦瓜 為什麼 因為苦瓜 它外表現在不搶眼對不對 不過苦瓜是重要的一個要因 它是有益身心健康 你知道嗎 多次念苦瓜 可以那個消腫 去火氣 大家知不知道 苦瓜是個很棒的 所以他用苦瓜來形容 Tony Chan 就是說 我這個人雖然外表 我不搶眼 我不搶眼 但是你們做我的朋友 做我的學生 做我的家人 做我的家人 我的天命 欸 地人啦 你們知道地人啦嗎 就是你跟我做朋友 我會給你好的 都給你正面的 我會幫你加分 我不會從你的生命當中減分 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才叫做在地養苦瓜 這樣了解嗎 在地養苦瓜這一本書 你們大概都可以拍照 在台灣 如果你可以買得到 這個我一本一萬元幫你買回來 一萬塊幫你買回來 我們嘉義最大的書局是什麼書局 金石棠 是不是 對 通大廳的嘛 你去看看 為什麼 不是你愛看我的書 是你想賺錢 對不對 因為我以外表要幫你買回來 我現在所講的每一句話 我們現場都有在錄影 都沒關係 我講話已經算話 我有自信 在台灣你絕對買不到 為什麼 這也是我們 台灣人蠻可悲的地方 這是買不 為什麼 因為版權是大陸買走了 這本書是在大陸發行簡體制 而且它是獨家 台灣各大數據是買不到 那我當時候 為什麼會版權賣給大陸 這個也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人 我愛打採 你們知道嗎 一位作家 你要寫一本書 像我寫的書 我的專業是英語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一般來講 我寫一本英文書 這個 我的英語是不可 我大概就半年 大概就半年了 這已經算很快了吧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家累啊 日夜可以寫大概半年出一本書 那我寫這本自傳 花了兩年的時間 那目前我們在台灣 因為台灣人大多不愛讀書 所以我們做一家 在台灣 第一刷三千本 如果有賣光 那就很不簡單了 三千本都不會出去了 那你想想看 在台灣怎麼出啊 對不對 再加上我的故事 大陸還蠻喜歡的 為什麼 因為大陸在去年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 徵求全球百大華人 全球百大華人 那這百大華人 在不同的領域 對不對 對 他要我們寫一句詩 一句Pone 這句詩呢 他們編輯陳冊 把這個 智慧留下來 這個是我們全球百大華人要做的一件事 我們台灣有兩位上榜 一位就是歌仔戲的誰 孫翠鳳 那一位是英語界的誰 Tony Chen 就是我 你知道吧 那我為什麼這麼幸運呢 因為我在內地 還是有些知名度 主要當然就是我們 剛才總經理講的 一百零八萬看板 也是轟動到內地 還有當時有那個節目 有沒有 全民大夢鍋 那個模仿Tony Chen 是宏都拉斯模仿文的 那個節目在大陸 大家很多人在看 都知道Tony Chen老師 那 我的詩已經交出去了 我今天來 就把學好英語的秘籍 我用十六個字 是一首詩 就送給大家 好不好 所以以後你就知道說 你如果真的想要學英語 到底怎麼學 你就照我這十六真言 你就會成功 這樣OK嗎 那哪十六個字呢 它是一個詩 左邊對不對 錯得越多 我們說說看好不好 錯得越多 錯得越多 學得越好 好 這不是八個字了嗎 錯得越多 學得越好 然後再來右邊 要怎麼樣 鼓勵大家說 說得越多 學得越快 學得越快 這個學好英語的十六字真言就是這樣子 所以看 跟我們的傳統教育完全不一樣 錯得越多 學得越好 所以我當老師 學生錯 我很開心 為什麼 錯得越多 越好啊 是不是 他錯得越多 學得越好啊 錯得只要呢 他能夠把錯的 然後把它定證過來 下次不要再錯就好了 不能怕錯 不能怕錯 我自己學英語的理程我也錯很多 我有時候錯的就覺得自己很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譬如說我講我以前一個例子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是台中逢甲大學 那有一次我要到逢甲大學呢 在我們台中火車站正對面的公車站等公車 要轉車到西豚逢甲大學 剛好看到一個阿刀你知道嗎 沒有阿刀 沒有阿刀 就這樣在等公車 然後我發現到一個什麼狀況 它的門水庫沒有關 了解嗎 我那時候也是蠻有慈悲心的 我想說他一個大男人 對不對 他在公開場所 石門水庫沒有關 很不好看 所以我那時候是大學生嘛 我們是很有公德心 很有愛心 我們就想說過去跟他講 石門水庫沒關 可是您會講嗎 Can you speak it in English? 您會講嗎 我不會講耶 你知道嗎 那不會講怎麼辦呢 我就用筆的 我那時候去 我就比如說 Excuse me sir 我可以叫他嘛 Look 就讓他 讓他看下面 對不對 我就這樣子喔 他人家是站在那邊算 我說Excuse me sir look 結果他往下一看 發生什麼事你知道 整個人跑出來 因為他沒穿內褲 你知道嗎 那個場景 你知道 他眼睛大大地瞪著我 然後就趕快離開 我那時候覺得非常的糗 非常的害羞 非常的emballased 你知道嗎 旁邊的女生哭 歛巴叫 你知道 你知道 我真的错得太厉害了 因为那一次 我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学什么水库没关英语怎么讲 你们知道什么水库没关英语怎么讲吗 简很简单 这个可以把它说上去吗 方便还是不方便 好像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说回去了 是吗 还是有遥控 你帮他试试看 如果可以 我就给他写一写 谢谢你 其实很简单 我跟各位分享 石门水库没有关英语怎么讲 Your fly is undone 其实就这么一句而已 这是我在民国七十年的时候学的 到现在 你看 都忘不了 Your fly is undone fly 这个其实你们学过吗 这应该都没有单字吧 没有新的单字 fly 大家可以想到是什么 很好 这位先生说是飞 fly 还有什么 一种昆虫是什么 苍蝇 对不对 也是fly fly 还有一个意思 老师 什么意思呢 老师跟你讲 我们这个扭扣有没有 扭扣呢 它这个叫button 那个孔就叫fly 这样了解吗 所以fly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扭扣孔 所以这边呢 你的石门水库没有关 英文什么说 Your fly is undone 你当然是没有弄好 对啊 就这么一句 我因为那时候七十年错了 我不会讲 你看 我就把它学起来 我现在忘不了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不必担心说错 这样了解吗 understand 另外要说 你们学英语你们都不说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家说英语 对不对 而且的话 你一说人家都会批评你 哎呦 你那么爱说英语 你的发音不标准 你还敢说 是不是 那有很多英文老师来吓人 我觉得老师不是来吓人的 不是我们台湾的老师 都喜欢吓人 你知道吗 把学生吓得要死 但大家都不敢讲英语啊 为什么 因为怕讲错了 被人家笑 对不对 有这么严重吗 没有啦 你讲错 你也不要担心 譬如说有时候老师他会讲 他说 我跟你讲哦 你们遇到那个TH的发音 一定要把舌头放在牙齿中间 或者的话 你会变成笑死人的 THTH的话 这个MOUTH 这个TH音 对不对 它是MOUTH MOUTH 它这个音是舌头放牙齿之间 对不对 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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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没有呢 你会变成什么 MOUTH 就变成老鼠 MOUTH 所以哦 你不能讲错 你讲错就是闹笑话会笑死人哦 有这么严重吗 我曾经我曾经示范过 我真的很喜欢做实验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呢 这个到机场去接机 就接一位美国的这个买主 来台湾 她是位女孩 叫Diana 我刚才接机的时候呢 我第一次遇到她 我说Diana Welcome to Taiwan You are so pretty especially your mouse Your mouse is so charming 她高兴吗 她好高兴哦 Tony Chen Thank you You are so sweet You understand mouse Sure I understand Thank you 我讲老鼠呢 她听成嘴巴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故意讲错 她还是听对嘛 所以有什么好害怕的 不要害怕 哦 不要怕错 那也不要怕什么 也不要怕发音不标准 哦 说到这个发音不标准哦 这个你们知道吗 我上电最怕跟谁同台 有没有人猜出来 沈玉玲啊 我不会怕她跟她同台 因为她是我老板 她从我身上 我这二十几年赚了不少 我不怕她 听说她是不是尾牙牙 来你们这里啊 对啊 我是她旗下的艺人啊 哦 你跟她讲说Tony Chen 哦 Tony Chen老师 我跟她已经跟二十几年了 哦 所以我不是怕她 我也不会怕谁啊 有人说会怕那个阿比亚 许春美 哦 因为我跟许春美也组织过节目 我们一起组织过许春美 也怎么会 哎呀 我叫阿比亚 来 我最怕呢 人 罗碧琳 罗妹妹 她已经在天堂了 哦 那为什么 老师会怕她 因为她每次 常常喜欢录影的时候啊 就要笑我的英语发音 她在节目里面就喜欢讲这种话 哎呦 Tony Chen 哪笑死人了 你还是英语名师哦 我看你的误人子弟哦 你讲一个英文哦 一点都不像老外哦 你的台湾腔那么重 还在教英语哦 她就喜欢这样子讲 你知道吗 啊其实哦 她这样子讲对不对 我每次都会跟她说 我说罗妹妹 你知道吗 我爸爸是台湾人 啊我妈妈是三地人 啊把我生下来 我如果讲话像美国人的话 那我爸爸会跟我妈妈离婚呢 为什么因为罗妹妹呢 她的男朋友都是老外 她喜欢教老外嘛 阿高老师拿呢 那个她老外的那个男朋友 那外国人的英语发音跟我比 那怎么比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我们讲英语 我们就讲了有台湾腔有什么不好 那有什么不好 讲英语是讲清楚嘛 让人家听得懂才对嘛 你不是讲的让人家听不懂 就代表你自己英语很好哦 是不是 所以这些都是观念 那因为呢 我在英语方面 老师呢 在台湾 我写了很多书 如果你们喜欢英语的话 其实也不一定要花钱去补习班 自学 方法对了对不对 不怕错 多说 然后呢 加上我们的教材 你就可以学好 那你就英语该不该学 你们觉得该不该 你们觉得他好年轻 该不该学 该学 It's true 真的 你学起来呢 在你的生命呢 后半段一定会加分 如果你学起来 你没有加分 你减分你来找我 好不好 我赔赏你 你说老师我听你的人讲 我努力学英语 I can speak English 但是我们呢 总经理没有给我加薪 还给我减薪 为什么 因为我会讲英语 他心里很不爽 如果遇到这种事 你来找我 赔赏你 好不好 绝对不会 就是大家互相勉励 好 那这个就是老师的自传 在地上苦瓜 最重要的是 这个自传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 现在太多人 太多年轻的朋友 太多孩子 你要说什么 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了解吗 一会儿就抱怨就抱怨那 有的人抗压性又很低 没什么事情 哎呦 我要死了 要煮什么了 你了解 我要离家出走了 你了解吗 没有啦 没有这么黑暗 其实呢 你们呢 现在的生活 跟老师五六十年代比起来 你们真的幸福很多 所以呢 这本《在地亚苦瓜》 你如果家里有小孩 你拿给他看 很多人说老师 哦 小孩在配角 都说不听 你要说 你给他看就好了 你了解吗 这个效果很好 家里的孩子不乖 看着在地亚苦瓜之后 怎么样 变乖了 那不是看伤的 那是我妈妈跟我说 说陈老师 你这本《在地亚苦瓜》 你这本《在地亚苦瓜》 有没有放符咒 我怎么会放符咒 我都不是法师 还要放符咒 有老师 我讲给你听 我们家住在国中附近 那孩子呢 八点要上学嘛 七点半叫他起床 都还不起床 常常就拖到五分钟十分钟 匆匆忙忙就赶去学校 我讲他看了《在地亚苦瓜》之后 因为他很喜欢你 你是他的偶像 你知道吗 我孩子六点钟就起床 七点就把早餐煮好了 还来房间叫我说 妈妈 我早餐煮好了 你要起来吃饭哦 他妈妈有一个孩子中邪了 你知道吧 我那孩子说 你怎么那么早起来煮早餐 他说妈妈 那我的偶像唐力炫老师以前都这样子啊 所以他现在那么成功 我要跟他学习 所以他妈妈才说 是不是我这个字传里面 有放符咒了 没有啦 其实一本好的书 真的是有时候呢 它是日积月累 它是耳濡目染 它可以影响一个人 然后这个就跟你们这个分享 那我从呢 老师呢 以前的一些不幸的事情 我列了几件事啊 跟你们分享 人啊 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决定的 你知道吗 譬如说 你生长在哪个家庭 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对不对 你的性别 不是可以决定的吧 你的出生背景 你的长相 对不对 这都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那以潘尼萱老师来讲 我一出生的时候呢 就注定呢 潘尼萱老师悲惨的命运 那为什么一出生会 列入悲惨的命运呢 因为我生长呢 在北投 在成家 我爸爸是一位呢 卖豆腐的小贩 当时候卖豆腐是怎么卖 用那个 一根扁蛋 两个竹男子架在卖豆腐 我是家里的第一胎 我妈妈是南投雨时商 都光春的 那 当时候从人家的这个妇人 要生小孩就在家里生 那请那个接生婆来家里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成家呢 百分之百是怎么样 重男轻女 尤其是第一胎嘛 我妈妈又是长媳妇 那一定希望我是什么 我是男婴嘛 对不对 结果呢 接生婆呢 把我接生下来 你知道吗 一走出房门 头低低的 就像跟我爸爸怎么讲 哎哟 不好意思啦 我后到的 你没有生女妇 我现在给你收了 就很收费赶快离开 你知道吗 因为呢 这个 我妈妈生的是女婴 我们全家 听说我妈妈生的是女婴 连看都不看我 大家都解散了 没什么好看的 你知道吗 这时候呢 我爸爸就下定决心 下定什么决心呢 要把我送给人家 主要是我妈妈生我的时候 我妈妈才二十岁 哦 那我爸爸觉得我妈妈还年轻 我们再拼下一胎 家里经济不好 齁 女婴儿 我们不要买 让他去买 就要送给人家 我妈妈醒过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我 就问我爸爸 你知道吗 说啊 孩子呢 我爸爸 你怎么在乎你碰烫啊 我第一次要把我生女婴 我哦 要送人 我妈妈也不敢讲什么 了解吗 就从我爸爸说 孩子也是我怀胎十月 哦 如果你要送给人家 你也让我看一眼 我老婆不开心 要看 去看 我妈妈偷着呢 站着我的身体 对不对 虚弱的身体 就把我再抱起来 以前呢 这个都是 健身婆用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 旧的衣服 剪着尿布了 了解吗 包一包 我妈妈比较仔细哦 再把它打开 打开 一看 我妈妈很开心 赶快叫我爸爸来看说 快点啊 好刀耶 来看啦 我们这个女人 是男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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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看我是出色的腻下 就是 男医就被当成女医 各位 לפ een 感觉我的声音很特别 我到目前我的声音还是很特别 你们觉得我的声音好看 好 听 你们认为好听的请举手 哦 你们认为难听的有没有 我剛剛有没有 谢谢 那我的声音很特殊 听我的声音是不是很好认 尤其最近我们出去戴口罩、墨镜、鸭舌帽 我会讲话,OK,我一讲话 大家还是知道我Tony Chen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Tony Chen老师 哎哟,老师你的声音这么特殊 我怎么样都会认得 我的声音真的很特殊 这个声音其实在以前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 因为我的声音太细腻了,很麻烦 明明是男生的声音,可是声音那么细腻 人家把我当成女儿生,你知道吗 以前不像现在,现在的话,台湾很进步了 什么同自由行,有的男生故意扮女生 这叫什么?男生扮女生,他们叫什么? 变装还是什么?对啊,叫变装 那有变装皇后,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哪有这种的 光这个声音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 然后都被同学嘲笑 董事就被同学嘲笑了 然后在学校里面被取的那个什么? 取的那个错号特别多了 有没有发现到,会带来取什么错号? 凉凉枪有没有? 什么挂蓝米花 什么同性恋 AIDS 还有那个花也有鸳鸭灰 还有国家叫纽西兰 水果叫奇异果 以前啊,都被人家嘲笑 还不知道,误到要死 我的本名叫陈志鹏 我的艺名叫Tony Chen 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姓汤 我爸爸姓陈 因为我妈妈做了很多辛苦把我生了下来 所以我为了纪念母恩 把妈妈的姓摆到前面来 我是这样子叫Tony Chen 了解? 我的本名其实也很不错嘛 你看 老爸希望我立定志向 要万里盆尘 这是他对我的一个期许嘛 结果的话,你看一下 我这个声音都被人家叫鸣鸭灰 叫纽西兰 你说我爸爸能接受吗? 而且的话你知道吗? 同学小的时候呢 还欺负我我都还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有一次啊,有一次呢 同学就跟我一讲 他说,哎呀 陈志鹏你过来有什么事? 你不要叫陈志鹏 陈志鹏不适合你 我们大家帮你取了一个名字 送给你 我说真的啊,谢谢你们 我还很开心喔 小同学对我很好 那天放学还边唱歌回家 我妈妈听到我这么高兴 儿子啊,你今天叫到钱? 我妈妈没有啦,我没有叫到钱 我们同学对我很好 我妈妈 同学今天帮我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妈妈以后你不要叫我陈志鹏 你叫我新的名字 同学对我很好喔 我妈妈说对啦,这样就对 要跟同学多玩 跟妈妈讲同学帮你取什么名字 妈妈,同学把我取作银鸭灰 我妈妈就傲婴啦 你用乞乞乞了啦 你知道吗 你是男生什么叫银鸭灰 他们在欺负你 你不是银鸭灰 我还以为说有银鸭灰很美啊,很好 这都是我的童年往事啦 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我的声音 那我的声音呢,当然也不知道是好是不好 但是也变成我的特色 这是我的特色 再来的话,这个 我家里穷 我给你们报告 我妈妈总共生了九个小孩 我是家里老大 那时候,为什么会生那么多 以前那个时代 大概都是这样子 那时候呢 就是一直生一直生 为什么呢 家里又没钱呢 还生那么多 你问我妈妈 阿婆啊,我们到这里没钱了 你生了很多银子啦 东西都没帮我吃 我妈妈说没有 乞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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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 为什么呢 你爸爸有说 我们家里穷 对不对 阿婆生几个 阿婆在养的时候 不小心死掉几个 家里还留几个 以前观力真的是这样子 这不夸张 所以我妈妈生了九个 我们家里死了两个 一个送给人家 所以家里还生六个 我们家现在就六位兄弟姐妹 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是家里老大 我从小就很懂事 我非常懂事 我非常的乖 我非常的乖 我妈妈呢 她从我懂事呢 她有两个病 一个的话就是气喘病 然后黑乞乞 有没有 那一个是精神病 谈到精神病 我现在对那个治疗精神病患 你看我是有经验的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们家里有精神的 这些障碍的朋友 你们可以跟老师联络 为什么 因为我把我妈妈的精神病 医好了 你知道吗 那什么方法医呢 为什么会得精神病呢 每一个人 你们都需要邀朋友 什么事情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都没有朋友 觉得自己是无敌铁金刚 什么委屈 什么不快乐的事 你就一直放一直放 你觉得你可以承担 对不对 其实你已经不快乐了 你都一直承担 等到有一天 你超过你的呼唤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已经就会有精神病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但一个精神异常的人 其实他很可怜 他不愿意选择 但是他已经控制不住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 好不好 这个 当你觉得你情绪不对 你有什么事情 门槛你过不去 你不要摆在心里 你要找地方 找老师 找朋友 不一定说能够帮你 但是听天你讲话也不错 给你意见也不错 好不好 所以呢 Toni 轩老师给你我的line 好不好 853TC 你每个人都可以加 加的时候告诉我 你是精神建设 好不好 我一定都说OK OK OK 都可以啦 精神建设一定都OK 你可以找我 那在台湾 目前所有精神病的人 去看精神科医生 绝对看不好 有的看好的 我跟你讲 更严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精神科医生 给精神病患者的药 都是化工的东西 都是抑制你的神经 你要抑制你的知觉 抑制你的反应力 那个都不是天然的 不是natural 所以如果长期靠精神药物 包括晚上睡不着 需要吃安眠药 那时候都不可以长期 因为那个越吃 身体会越糟 到时候人就毁了 这样了解吗 那我对我妈妈 我是怎么做 我妈妈在一直跟着我 我80年到美国留学 我83年回来 我那时候我妈妈精神病 是最严重的 我就把我妈妈带到台中 所以大家如果看我的事业 我是从台中起家 就是这个典故 当时是为了医治我妈妈的精神病 这样了解吗 跟你们分享 好 那这个 我一路走来 其实啊 我被嘲笑 被细念 这个已经是很自然的 我也很懂事 所以呢 我从小呢 我就会帮妈妈做家事 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嘛 所以我会帮妈妈做家事 那我也会帮我爸爸卖东西 我爸爸刚开始卖豆腐 后来卖菜 你知道吗 后来呢 这个卖水果 我们家是卖东西起家的 我到现在都有一个这个 习惯 你们可以做一下 人生是不同的思考 你们想要快乐吗 What do you like to be happy? Yes 你想要快乐 对不对 老师教你一个方法 那你不必花多的钱 你就可以得到快乐 好不好 很多人去买什么 名酒啦 有没有 去买名牌包啦 去吃呢 牛牌大餐啦 对不对 花了几千块几万块 他还是不快乐 我教你们 因为我现在都会这样子用 那你花一点点钱 那你就得到快乐的这个方式 好不好 来 怎么呢 我教你 我自己 我自己都要上菜市场买菜 因为我喜欢自己煮饭 对不对 那我买菜呢 我就拿一拿 拿一拿 通常我就拿一拿给对方 对方呢 会跟我说 假设说 陈老师 或者是他 没有认出来我 这位先生 或是有时候把我认 当成女的 也没关系 这位小姐 而且我戴口罩 大家都不清楚 176块 假设他跟你讲176 我就跟他想说 这样好不好 我就给他200 那你就当做180 好了 那个 零钱不要给我 太麻烦了 你知道吗 哇 我只是这样子 他说 哎呦 你怎么在乎 都想你了 我上一场了 你了解吗 我只花4块钱而已 你知道吗 就被他赞美 说我能很好 我就跟他想说 我们家以前是卖菜的 这个小四 他送我那个葱 还不止4块呢 这样你了解吗 你可以做这件事 那个几块钱 那就算了 就给他们一个鼓励 你花小钱 他们对你的谢谢 你觉得你做了一件善事 那个快乐 绝对超过那4块5块 这样了解吗 这个是我的方式 然后呢 因为我这种声音 所以呢 我在呢 找工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是很辛苦啦 我们家穷嘛 所以穷人家的孩子 一定嘛 一定要不断的工作 哦 我是很爱工作 小时候就工作了 哦 要帮妈妈煮饭 帮爸爸卖菜 哦 然后呢 小时候呢 我还会做生意 你知道我做什么生意吗 那个抽糖果有没有 抽糖果 哇 我去呢 买一盒糖果 然后呢 然后去卖给那个小朋友 去抽抽热 我就开始做生意了 国中高中 我都要工作 到大学我也是要工作 我讲我大学啊 我是冯甲大学经济系 我到呢 这个大学啊 到台中 我第一个观念告诉我自己 我要找工作 我要找工作 要找谁帮我介绍你知道吗 我去找我们系主任 我就去找我们系主任 我说主任 我家穷 穷不是什么罪恶耶 不必怕人家知道 我说我家穷 我读大学 我一定要工作 主任 你再帮我看一下 什么工作我都可以做 只要不要做黑的 他是有原则的 他是有原则的 对不对 还是有原则 我都可以做 我们的主任很好 很快就帮我找到工作了 他就说 Tony Chen 对不对 我们冯甲大学呢 后门 正对那个自助餐 再呢 正呢 供读生 那您可以赶快去应证 我很开心嘛 我就呢 利用人家那个自助餐 比较不忙的时候嘛 大概两点过后 我就去应征 那个老板是一位 年轻的帅哥 那我自己呢 就给自己打点一下 刚好那老板在结帐嘛 我就进去 只要那老板前面就 老板您好 请问你们有缺工读生吗 我来应征 那老板看看我的样子 马上讲一句 没有 就拒绝我了嘛 啊我呢 就不死心 我说老板 可是你们外面不是贴张红字条吗 在征工读生吗 我就这样子啊 结果他看我不走 他发飘了你知道吗 他说你在干嘛 我跟你说没有就没有 你还在这边耍赖 蛤 你不出去 你把你扔下去 就很凶你知道吗 就大声骂我 真的很凶耶 哇好可怕喔 不过他这样骂我 我的机会就来了你知道吗 怎么机会来了 骂到他女朋友 在二楼就听到了 他女朋友听到呢 他男朋友这样在骂我 他女朋友就下来 在我面前 他就讲他男朋友 他说你干嘛 生意不好 也不要这个 发脾气在人家身上 我们这个有在真功读生 人家来应征 你干嘛那么大声叫人家出去 你知道那老板怎么讲 拜托 这个人长得不男不女 我们生意已经不好了 再请他 还有客人敢来吗 就在我面前这样讲耶 你知道吗 我的忍耐功夫有多强 我一点都没有生气 还是面带微笑 你知道吗 我就跟那个老板讲 我说老板 求求你给我这份工作啦 我跟你保证我什么都可以做 你把我放在厨房 我什么事都可以做 而且我薪水我不计较 你只要供我餐就好 而且我跟你保证 我不会跑到外面出来吓人 拜托你 给我这个工作 你觉得我有没有工作 他会不会给我工作啊 我得到这个工作啊 I got a job 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 对不对 我现在年轻没有 我说老师 现在工作很难找 景气很不好 我说会吗 我把我一天找工作的精英 跟他们讲 那是你的观念 你的态度 是不是啊 而且你知道吗 我很懂事 我们当员工的人 要懂事 因为老板是很辛苦的 不要羡慕老板 因为我都一直当老板 你知道吗 我就不要羡慕老板 老板是真的很辛苦的 我在那边工作 我第一个想 因为他那一家店呢 生意不好 我就在想 我说哦 啊 那哦 他请了我 对不对 我一定呢 要努力帮他找客人 不然如果他请了我 他真的生意更不好 那我怎么办 真的就好像他说的 我代赛啊 所以啊 我很会帮他拉生意 我首先从我同学开始 我说同学 我告诉你哦 我在那个我们后门 这对面那个自助餐上班 那个老板很好 而且啊 红角的学生 他都特别便宜 你要来吃饭哦 你了解吗 我说我还去行李呢 我同学也真的会去呢 每次同学跟我讲说 哎 Tony Chen 你有没有说法 我说什么事 他说你真的有在那家自助餐工作吗 我说有啊 他说我们去怎么都没有看到你呢 我说可能我帮在里面忙啊 你们常来就会看到我的 从来没有人看过我 哦 这个是我的一个工作态度了 好 然后呢 大家看Tony Chen 老师 你们觉得我没有当兵 哦 当兵对我来讲是很难忘的 Jeffrey你当兵那时候当多久 一年 你当什么阶级 我 你那时候阶级是 我 一等兵 一等兵 那我是你的长官 李珍 哈哈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被处义了啦 我没有让我们如果交召 的话我变成你的长官 为什么 因为我是少校辅导长 少校辅导长 他到这个当兵 我们那个时候是一年十个月 我那个阶段是一年十个月 那说到当兵才好玩 在大事的时候同学就问我 他说 汤丁倩你需要当兵吗 那如果我知道我的体会是乙嘛 所以我一定要当兵啊 是吧 我说我需要当兵啊 同学怎么跟我讲 你要小心哦 我说小心什么事 他说像你这种个性的男人 你要去当兵的时候 军中是很黑暗的 他们会把你当成女人使用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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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結果現在老天爺 我真的考上浴冠了 浴冠很難考 我們經濟系 大概有六十幾位男生 經濟系兩班六十幾位男生 才我一位考上了 很少 名額非常的少 我考上了 我感謝了 那為什麼我可以考上呢 因為我英語拿很高的分數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怕被人家當成女人使用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考上 所以你不要小看意志力 意志力很重要 很嚴重 你知道嗎 我希望我們每一位精神見證的同仁 你們都是很正面的 很樂觀的看待人生 對我們公私有信心 跟我們Jerry一起打拼 相信他是有情有意的 把公私當成自己的家 共同成長 這個非常地棒 這個觀念很重要 因為你有自分信心 對不對 公私會因為你而更好 然後呢 我到美國留學也是天意 也不是我規劃的 真的不是我的plan 因為我們家裡是很窮 對不對 如果今天有人在想說到美國留學 一定會想到什麼 有沒有錢 沒有錢 沒有錢 要怎麼留學 要去美國 可是很有趣 我在民國79年那一年 我79年那一年 因為那是我人生的低潮 主要低潮是 我跟人家合夥開補習班 那我補習班開得不錯 但是呢 財富呢 大概三分之二以上 都被合夥的拿走了 是這樣的典故啦 然後呢 我跟他後來會猜我 猜我就是兩個人的理念是不一樣 我覺得我兩個人的理念不一樣 那真是非常的難 也不能說誰對誰錯啦 譬如說我隨便舉個例子 隨便舉個例子 像買東西啦 買東西 我通常去市場買東西 我總是覺得 可能是以前我們家裡 都是賣菜來的啦 所以我覺得人家那個菜飯 那些其實也賺不了多少錢 所以我每次買東西 我大概也不會什麼殺價 我就覺得可以了 我就買了 譬如說我買個魚嘛 我就說 阿桑 你好 阿寶 那你去哪裡買 年輕的喔 阿寶 你要買手了 那你好啦 阿寶 我說 六百啦 六百買魚啦 兩百塊啦 六百兩百塊好了 我就給他兩百 我就把六條魚拿回去了 我大概都是這種買法啦 因為我覺得還可以嘛 那我那個合夥人喔 他不一樣 他是讀法律的 我把那個菜喔 買回去喔 他就會問我 你這個魚怎麼賣 怎麼買 我說那個阿伯 問我說 跟我講這個六尾就是能把扣 喔 唉唷 你要不要跟他殺啊 我說沒有啦 你看那個阿伯 喔 年紀那麼大了 就不要殺兩百塊而已 什麼而已 都不會買東西 被買貴了 我跟你講 你在哪一家買的 喔 我說我在某某市場什麼 好 你等我一下 他們讀法律的人喔 他要去求證你知道嗎 他真的就騎機車喔 然後再去買喔 同樣兩百塊喔 他買回來是十條 然後他就在我的面前證明給我看 你還說你不笨 你看一下 我兩百塊買十條 你還買六條 同樣一個人 你還謝謝他 你被欺負了 還說他好 你說我們的生活理念差這麼多 我們怎麼樣在一起工作 沒辦法 所以呢 我呢 其實九年就跟他分開 分開那時候我心情真的不是很好 那我就給自己一個目標說 那就到美國去走一走 你們知道嗎 到美國去走一走 對不對 我那時候為了省錢 自己申請美國的語言學校 想說我的私業已經結束了嘛 到美國去讀三個月的語言學校 然後看看美國長得怎麼樣 因為喜歡英語從來沒有去過美國 也是個遺憾 結果你們知道嗎 我都辦好了喔 到台北 這個要去申請美國簽證 AIT 申請美國簽證喔 你知道嗎 那個官員只問我幾個問題 第一個Question OK Where did you want to go to America? I want to go there to study English Question 2 Why did you pick up this school? OK My professor recommended this school for me I'm sorry Alright Go 就這樣子 問我兩個問題喔 就把我reject了 就不想再跟我講了 叫我離開了 你知道嗎 哇 我那時候真的好難過喔 我是英文哪邊講錯了嘛 對不對 我就真的被拒絕了 被拒絕之後我很難過 很傷心 但是也因為那個拒絕讓我後面 不是到美國去讀語言學校 而是真的到美國去讀碩士 這真的是奇蹟 英文叫什麼? Miracle 為什麼? M-I-R-A-C-L-E 那次的挫折居然會打開我留美之路 這個我們休息一個break 你們中場都休多久? 5分鐘 上個洗手間 5到10分鐘都還行 那如果我們的親愛的朋友 你想跟老師拍照 可以利用這個10分鐘中場休息 另外我今天有一個禮物 也要拿來送給大家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是我的學生吳宗憲 他代言的接著珠寶的什麼? 金香玉 有沒有看到老師這邊有金香玉有沒有? 這尊的話是觀音 那這個它是99.99千除金 這個金香玉是要來送給大家的 這個不是要賣 因為賣太貴了 要用送的 那怎樣的朋友可以送呢? 如果你喜歡珍惜老師的自傳 包括我的自傳 包括老師在家的英語學習 還有包括我們的英語雜誌 那這個的話是電腦就可以看了 這都是學英語的 老師的自傳跟英語的三本雜誌 DVD這一套我們是打折 本來的話是1400多 我們就算1000 如果您能亦買老師的一套書 我幫你簽名拍照 那就送你一尊吳宗憲代言 他市價是18000期的金香玉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中場這10分鐘 如果有需要來這邊 好 謝謝你 那我們就休息個10分鐘 待會見 再告訴你這個奇蹟是什麼 謝謝 如果想要用英語去conversation 了解嗎? 然後他主要問我為什麼哭 我把這個典故跟他講 我說 我想到美國去讀原學校 面談官問我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要到美國 我說我到美國去學英語 你為什麼選擇這個學校 我說 因為我的老師推薦我這個學校 了解 結果我就被拒絕了 為什麼? Why? 他才分析給我聽 他說 你對面談官有沒有說謊 因為我們在AIT 那些面談官每一個都好像會算命 你知道嗎? 你千萬不要說謊 你一說謊他會知道 我說我是有說謊 他說你說什麼謊 我說 他問我說我為什麼選擇這個學校 我選擇這個學校的原因 其實主要是這個學校便宜 因為他是在南部州的學院 community college 社區學院他便宜 但是我聽說你要到美國去對不對 美國人最怕窮人的 美國人不喜歡窮人去 了解 所以我沒有跟他講說我選擇那個學校 就因為這個學校便宜 因為我錢不多 我多數的錢都被騙走了 我不敢這麼講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的老師推薦我的 了解嗎? 他就跟我說 對啊 美國那些AIT的官員每一個都像算命先生的 你講好話他一定知道對吧? 啊你的英語已經這麼好了 你還要到美國去學英語 而且你選擇這個學校 又是從鄉村畢業的學校 你還跟他講說你老師推薦了 你老師考個派題啊 怎麼會貼成這種小學校呢? 所以他當然會拒絕你 他說那該怎麼辦? 他說你的英語很好 如果你真的想到美國 你也不要去讀什麼語言學校 你幹嘛不去讀TESOL 讀碩士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TESOL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 of other language 就是TESOL 哦 那這個我說 那我家裡那麼窮 我沒有錢 我怎麼到美國去讀書? 他說你就不要管那麼多 你到美國你第一個要先怎麼樣? 要先準備託福 你先考託福再說吧 是不是? 就在這一個朋友的鼓勵之下 我真的考了託福 而且你沒有上網查 我在託福有一紀錄 我是託福世界677滿分保持人 所以我是算創世界紀錄的 有這種世界紀錄的人活著的 還在你的面前 真的機會難等 啊 待會兒有機會真的拍個照不錯 拍個照一定會有加持 這樣了解嗎? 來大家告訴大家 那很多人會問我 很多人問我說 哇 老師你這個厲害 歐利能科馬尼世界滿分 我們那時候的滿分是677 那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你只要有這個心 老天爺就會幫助你 我當時在考託福我說真的 雖然我的音樂很好 但是他考的都是選擇題 我不可能每個題目我都有把握 我們在考試的時候一定有遇到什麼? 模擬兩可有沒有? 一定有 我在整個託福考試的過程當中 我大概有5、6題 我是模擬兩可你知道嗎? 模擬兩可我不知道選哪一個 他的考試都是A、B、C、D 四個選一個 你們知道嗎?我當時的那場考試很神奇 譬如說我這樣考 然後呢 我知道不可能的我就不想 但是A跟B兩個我要做決定 對不對?是A還是B 我當時我就要眼睛登著A、B、A、B 就好像有一隻手跟我講 他就居然I'm here B 在下一題又這樣子 C還是D 用模擬兩可 我就登著那個看 又有隻手跑出來了 他就居然I'm here D 你知道嗎? 就是很神奇 那些我模擬兩可的 當我聚精會神的時候 好像是神柱 你知道嗎? 我腦海裡面呢 就有一隻小手符出來 我就填了一個數據 填下去 分數一出來我全都 就六七七 因為世界托福六七七滿分 所以我拿到美國 我的母校芬特蘭大學的獎學金 是因為這個典故啦 所以我飛到美國去了 我是在三十歲那一年 我飛到美國去了 真的好讓人家意外 真的我飛到美國 我那時候是秉持的怎麼樣 壯士一去西不復環 我到美國我如果沒有成功 我就不會再回台灣 而且當時我的父親 他不讓我去 他是堅決不讓我去的 那為什麼不讓我去呢? 因為我父親給我五大罪狀 他也不是沒道理 他第一大罪狀 因為民國八十年 我為了要到美國 大家知道我考過郵局的公務人員 我是公務人員 所以我要辭掉公務人員的身份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是家裡的長子 民國八十年 我已經三十歲了 我爸爸覺得我要趕快成家 這第二 第三 我爸爸跟我說我利他與不孝 因為我沒有結婚 我爺爺一直怪我爸爸 第三大罪狀 第四大罪狀 我不是說我跟人家合夥 開補習班嗎? 後來兩個不合分開嗎? 那我有分了一間公寓 但是公寓還有貸款 我為了要到美國留學 我要趕快把房子賣掉 因為他要通知我 他要給我這個獎學金 我要在一個禮拜內做決定 我要過去我一個禮拜內要賣房子 我找仲介幫我賣房子 我就問他 我說我真的很趕 你可以在一個禮拜內 把我房子賣掉嗎? 因為我賣掉房子對不對 我貸款要結結 我剩了錢 我要拿到美國 我要去讀書了 你看那個仲介跟我講 陳老師你放心 沒有賣不出去的房子 只有賣不出去的什麼? 房價 房價 就這樣會講這句 我說真的 沒關係你就幫我賣 結果我那個房子 市價大概三百萬 他一天就把我賣走了 兩百萬就給我賣走了 我爸爸說我在賣兇宅是不是 你知道這是四大罪狀 我真的是要賣走了 我真的是要賣走了 因為我不能等 第五大罪狀 我爸爸問我說 你到美國要讀什麼 我跟他講 他聽不懂 老大都在聽不懂 我跟他翻成閩南語 我說爸爸 我要去美國 讀怎麼跟台灣人說英語 結果我爸爸就把我帶下去 給我這個伍佰 他說我發瘋了 你家台灣的 你帶回來要打比賽 就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決定離開 所以我在民國八十年 就是1991年我就離開台灣 這個是很amazing 離開台灣到美國你知道嗎 雖然我有獎學金 獎學金就是學費是不必的 不必學費 但是我還是要吃住 所以我到美國怎麼樣 我還是要趕快找什麼 找工作 找工作 各位 如果今天你是彭林軒老師 你到美國想要去找工作 你要找什麼工作 你們會找什麼工作 你們會找什麼工作 你們的想法會找什麼 法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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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能會找法育老師 那您呢 你現在現在在美國 在美國 在美國 就去找餐天打工 那您呢 你看起來就浮渺 你都在西洋 你在美國 美國去偷 假如 衣服 你會在哪邊找工作 你會在哪邊找工作 應該有服務業 这是服务业了解 你看我的想法就跟人家很不一样 我说我的思考老天爷给我不一样的观念 第一个我要找工作 而且我要快我不能等 所以我说到哪边去找工作 我到教堂找工作 因为美国的教堂好多 跟我们这边庙一样 如果你到教堂去的话 教堂总没有坏人 是不是 结果我到美国 我一settle down 我就利用一个礼拜天 我就走出去了 我就到教堂 我到教堂就是要去找工作 为什么找工作你知道吗 你看我都有智慧 我在小时候我到教堂去找工作 那个美国的教堂好大 譬如说以那个长度 可能由我们这里的两倍到三倍 我进到那个教堂 我第一次进去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不能坐在后面 为什么因为坐在后面 你想那么长 那个牧师看不到你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坐在前面 因为教堂就有个习惯 如果你们上教堂就知道 就是你让牧师看到是新来的朋友 牧师一定会给你机会讲话 对不对 那你要找工作 如果你有机会讲话 你是不是就有机会找到工作了吗 所以我进到那个教堂 我就找第一个位置坐 让那个老牧师看到我 了解吗 等到做完礼拜以后呢 真的如我的计划 都在我的掌握当中 他问一下 Excuse me welcome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yourself 了解吗 问我要不要自我介绍 我那是机会来的 我当然怎么样 赶快一起来 Of course 我就赶快上台 麦克风会议拿着 马上自我介绍 我大概怎么讲 各位教友好 我是刚来到 这个芬特兰大学的硕士生 我家在台湾 我叫Tony Chen 因为我们家很穷 我现在拿奖学金来的 不过我急需马上要有工作 来支持我的这个住宿 跟这个活食 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会除草 我会带小孩 我会刷马桶 我会煮饭 我会这个清洁 我会洗衣服 我会do the laundry 我会wash the dishes 我什么都可以做 是他的上帝 我相信你是真实的 你是存在的 如果你有听到我的祷告 如果你是真正的 求你给我工作 我相信你 奉主的你祷告 阿们 我请问你 你有没有存在 存在 我一祷告完了 礼拜完了 我的工作都到手了 我就是这样子 结果你知道吗 我在美国做到什么程度呢 做到呢 我工作接不完 我就派我同学去做 你了解吗 譬如说当时候 我一个小时多 签费美金十块 我给我同学七块 我还赚三块 我还赚能力中介 你知道吗 我在美国我读书 我这样子工作 工作到我不必要 因为我爸爸不喜欢我去 我不但哦 我不但没有给我爸爸拿钱 我想美国寄钱回来 我第一个月就寄美金 一千块给我爸爸 我寄那个美金汇票 当时大概三万多了 三万多 你知道吗 我脑边这奇怪 这头功的你知道吗 我打电话问他 他说 爸爸你有收到美金汇票吗 你叫我怎么穿那样 有收到啦 那穿那样 那保证音 哦 很凶耶 我说 爸爸 我跟你讲 你要拿去台湾运航 你要拿去玩 你要拿去玩 快点 我也要帮你 这个国际电汇很贵 你要拿去玩 所以我就跟他讲 第二天你知道吗 我现在打电话问他 有没有去换 我爸爸怎么跟我讲 哎哟 亲爱 我问你 你给我一千块 有两个人 怎么让我三万万呢 他一直算不得了 我说没有啦 爸爸 那就差不多 我爸爸妈妈说 你跟美国你这么够贪钱 这么好带哦 小孩 你去设宿舍要设多久 我爸爸 一般宿舍 就是 一个硕士 一年半 对不对 我爸爸妈妈说 哎哟 小孩 别急 慢慢来 结果我在美国 我就读了两个硕士 我读了三年 这是我的学历 有没有看到 哦 那就是这个典故了 哦 所以因为我爸爸那个鼓励哦 让我能慢慢来 再读了两个硕士回来 哦 这个 我近演艺圈 其实近演艺圈应该是 吴忠献 我跟献哥很好玩哦 献哥呢 大概在民国87年 我是83年回来嘛 然后呢 就带我妈妈到台中 我在台中呢 就开了我第一家 名义补习班 哦 那大概在87年 88年那时候 因为 献哥到台中开餐厅 吴忠献哦 他开过了一家家 二挪岛餐厅 哦 你会有看过那个新闻哦 他那个餐厅很有特色 就是他餐厅把他布置了像监狱啦 啊你进去对不对 就要被当犯人啦 啊把你套手套啦 follow me 给你带到那个 楼里面去点菜吃饭啦 就是这种构想 那献哥在台中啊 开英年 那个餐厅就关了 啊这一年来也是我们两个人 师生的缘分 就是什么英年啊 哦 那这个为什么餐厅会关呢 因为中部人叫没有这么先进啊 所以我们去吃饭人啊 你不吉利啦 了解吗 但是的话 这一年啊 我跟献哥也很有趣啊 其实 献哥是一个很难教的学生 我在美国我主要读的呢 是语言心理医生啊 其实我举个例子哦 现在我们市面上看的英文老师 其实就是像富士 后书啦 那我们语言心理医生就像医生 然后呢 每一个案子对不对 到底怎么样来教他 医生诊断之后会开处方签 我们这个处方签在交给护士 照着处方签去交一定可以交的会 但在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制度啦 那我的工作其实就是语言分析师 就是所谓的那个语言医生 献哥当时来的时候呢 吴忠贤其实是很难教的 我当时是不敢接他 为什么他很难教 他有五个特性 第一个哦 有钱 有钱的学生不好教耶 为什么有钱不好教你知道吗 他假的学费他无所谓的 I don't care 那么不好教 第二个呢 他要快速 你教他要马上 让他能够赶快用的 第三呢 你教他呢 要这个有趣 好玩 你不能呆板 再来第四个呢 他来给你学英语哦 不是你听他的 不是他听你 是你要听他的 他告诉你教什么教什么教什么 都是他在讲的 你了解吗 还有第五哦 第五 他很忙 一般我们在教学生 你再忙忙对不对 你要一个礼拜给老师一次时间嘛 一次给我两个小时嘛 这是最起码的 他连这个有时候还没办法 No way 你了解吗 所以其实他是很难教 当时我不敢教他 那为什么我不敢教他 因为我看没补习班 我教他 把他教不会 他又是个艺人 大家都知道 那我补习班不就关门吗 吓死人了 谁敢教 当时吴忠仙跟我讲说 老师 这个你就教我 我需要 什么条件 他都答应我 他都答应我 因为这句话 我才教他 我给他列个什么条件 不然你们能注意到 你们想不想赚钱 赚额外的钱 好不好 好不好 当时吴忠仙跟参选老师 我们有立了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是这样子 我要求了 你从开始 今天开始 你每次录影 你都要讲到英文 如果你有一次没有讲英文 被我知道 对不对 你要让我罚 罚多少 空白 我自己填 那一张承诺书还在我手上 你们想 以吴忠仙现在的身价 如果真的被我抓到 我要罚多少 我觉得想要罚一百万 以他的身价 我跟他罚了几块 那太侮辱他了 对不对 所以 是啊 你们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 感觉到 你看 献哥的节目 每一集 他有没有讲到英文 你们注意看 如果你们有看到一集 我们是用集来分 就一个小时 如果一集 他都没有讲到英文 你们赶快跟我讲 好不好 当然一人一半 一定是一人一半的 这个公道 你了解吗 大家一起来 让我赚钱 你也赚 我有一次 我就看到 他真的整集 他真的都没讲到英文 到最后结束了 好 那我们节目呢 就到现在了 好 那下次见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我一百万过去 所以 这个是我跟献哥的渊源 那跟献哥 因为这个渊源 那一年呢 我们相处 后来献哥呢 就说老师 那你要不要进演艺圈 我当时也不懂 什么叫演艺圈 他说老师 过来玩嘛 反正明星的收入 一定是比较高嘛 对不对 我说好吧 那演艺圈呢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找一位经纪人 艺人都要有经纪人 你们知道吗 我也不懂 他当时候呢 他就三个让我选 他没有让我选 他们公司啊 他说老师 你不要到我公司来 因为你到我公司来 我们很尴尬 你是我的老师 我又是你的老板 我们的关系太复杂了 他说我给你推荐 这三位制作人 我都很熟 看你要选哪一位 哪三位呢 王军 王伟忠 跟沈玉玲 这三个我也不懂 就去找他们的照片 你知道当时我怎么选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想说 那我要当明星了 我要选一个经纪人 选一个制作人嘛 那最起码我跟他在一起拍照 他不能比我帅吧 是吧 那王伟忠我就不考虑了 因为他是太帅了 他小S的那个经纪人 那怎么样都是他帅 王军跟我就是评分秋色 因为我们在补习班 有做试调 唯独沈玉玲 我讲一道稿 因为那时候他有一颗流 那我把他照片两个一笔 问学生啊 你觉得哪一个帅 老师当然你帅 问学生也学生都帅 都是我帅啊 反正沈玉玲是这样子 结果我后来就选了沈玉玲 选玉玲哥是这个典故 我选了他 这样了解吗 那选了玉玲哥呢 就跟他签约就到现在 谁知道他比较狡黄 他现在什么都割掉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不想跟他一起拍照了 因为太争议了 他说要来嘛 你们到时候拍我的照片 拍他的照片 你们再比一比看好不好 看我们两个谁比较帅 因为他现在又去美容 又去打针 又割掉那个流 又去做你 又去做什么 了解他 他有去变形了 不知道现在变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你们再这个超级比一比 这个我就跟玉玲哥 那其实你们看我们这个荧幕上 很多人呢 艺人跟这个老板 经纪人都会发生问题 你们发现到好多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原因是这样子 我让你们知道 我们啊 这个艺人在签约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知名度 说真的 所以跟经纪公司签 那个合约就像一本电话不一样 密密麻麻的 了解吗 所以我们都是怎样 好 这边签 盖章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当这个艺人如果红的时候 对不对 他现在回头看 他会觉得不对 公司拿到太多了 或是什么不合理不合理 如果说他没有好好的沟通 就会造成问题 所以就会闹上新闻 好多 像虚外遇啊 也跟他的经纪人闹上新闻 好多 乳花也是闹上新闻 二 这个都是艺人跟经纪人发生的问题 我跟玉玲哥很好玩 我跟玉玲哥啊 这个 我们八十几年到现在嘛 你看也是二十多年了 我有一天就问玉玲哥 说玉玲哥 啊我们的合约是什么时候截止 都没有听他在讲嘛 他要人家说 陈老师你没去看合约哦 那个合约是一辈子的 我想让一辈子 我再拿着合约来看 我跟玉玲哥签的合约是这样子 甲方 华阿哈制作公司沈玉玲 乙方 Tony Chen 甲乙双方同意 本合约有效期限是七年 七年过后 除非是甲乙双方同时同意解约 或者此合约 自动生效 你知道吗 所以我跟玉玲哥是 佐七年 游七年 相依相依经国疗二十四年 我已经跟玉玲哥二十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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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想呢 除非是甲乙双方同时同意解约 这要离婚派离啊 同时同意 所以我就一直在他公司 大概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也谢谢玉玲哥 因为玉玲哥 他不大管我 说真的 他不会说像别的那种制作人 然后经纪人把他刮干这些 我很只要不要在公开场合漏点 或者是有损什么善良风俗啦 或是有闹花边啦 把人家弄大肚子的 不理人家的那种的 大概就没事了啦 不过那些我应该不会吧 有时候我那个玉玲哥好玩 陈老师我说什么事 哎呦你现在当艺人 我说我知道啊 他说我拜托你好不好 啊你也闹一点花边 不要这么干净 他说我太干净了 我本来听不出来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艺人要闹一点新闻吗 你怎么都没啦 你这么烫 我说老板我不知道怎么闹新闻 所以我在演艺圈还是算是蛮干净的啦 就是一直持续到现在 然后呢说那经演艺圈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定型 他的style 我们刚进公司的时候呢 经济公司会帮我们做造型 他会帮我们走我们的路线 然后那时候沈玉玲面堂我的时候 他说陈老师你想走什么路线 我当然走那个偶像明星路线啦 对不对 因为我又会读书 又是留美双硕士 对不对 我当然要走那个气质的偶像明星路线 我再跟玉玲哥讲 玉玲哥说请问一下陈老师 你身高 我说我身高159.5 每次在讲身高的时候 请那个婚姻帮我加一点 加0.5比较好看 都写160 他说陈老师 那个偶像明星的那种的 都183 你看你这种身高很难做 要不然你做童星太高了 这种偶像明星太矮了 你这种很难做 了解吗 12节把我做成什么 做成搞笑艺人 做成怪咖 真的是无奈合你知道吗 这个让你了解吗 虽然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当怪咖的 是被人家做 被做出来做成怪咖 如果能够当明星 当男主角 是要当配奖 那我们就是因为特质 所以被受到成为配奖 大概是这样子 那刚才我们Jerry 我们那个总经理 他有谈到 这个我的108万看榜这件事 这个T8看榜 这个事情也是 很多人问我说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个也是我人生的挫折 因为我把这个事实给你们报告一下 当然在我的志传里面也有描写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的话 吕秀年女士对我来讲 其实她是我的恩人 那为什么说她是我的恩人呢 因为我是作家 对不对 我总共写了二十几本书了 那我的第一本书 英语学习大整段 大概在89年那时候出版 而且是我的学生在出版社他帮我推荐的 你们知道吗 没有知名度 这个作家很可怜 书出来的对不对 可是都卖不出去 后来我的学生就来找我了 我的学生说 老师 你的那个书都卖不出去 那你要赶快想办法 我这的话怎么样 我要用的是头楼啊 在263页这边就有嘛 这个我讲的东西 这边都有证据的 263页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 有没有 英语学习大整段 谁帮我推荐的 是不是吕秀年 这个很难 这个是很难的画面 因为她副总统 愿意帮你推荐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在263页 这个是很难 我这本书呢 因为呢 这个 副总统吕秀年 帮我推荐 结果的话呢 后来若阳只贵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也帮我解决了 这个危机有没有 大家都想说 吕秀年推荐的书有没有 买来看看 那是长得怎么样 所以问我们的关系 其实它是我的恩人 后来的话呢 他呢 在那个 这个总统府 他自己跟媒体讲 他是什么 深功怨妇嘛 对不对 深功怨妇 就是不如意嘛 也是应该有错词 才会讲深功怨妇嘛 对不对 那媒体就来问我了 因为我本身也是记者 媒体就来问我 他说 哎 副作对你怎么样 我说他对我很好 他说他现在有难 你要不要帮他解围 我说怎么解围 他说 他现在是深功怨妇啊 你不是一直说他对女朋友你想报恩吗 你现在有个机会报恩 就是情人节要到了 情人节是几月几号 2月10号 对2月14号 情人节要到了 你就在情人节的时候跟他讲的我爱你 这样不就OK了 了解吗 那因为我是留学美国回来的 2月14号情人节本来就是一个爱的节日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长官讲 I love you Happy Valentine's Day 所以我觉得说这样可以啊 我跟他表示一下 好 这个是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就是那怎么表示呢 那怎么表示 刚好在高速公路彰化交流到那里 我们补习班刚好有租了一个108万的KIPA看板 准备要做补习班的形象广告 那个刚好租下来了嘛 还没用 那刚好想说 那没有这根补习班借来用一下嘛 反正就是挂几天而已嘛 所以他那个KIPA看板 是这样子 了解吗 结果你知道吗 一挂上去挂上去那一天我有到现场 那媒体一看到汤丽借出现了 赶快就过来了 哇 个台都回到我了 回到我身边的时候呢 就问我问题 汤丽借 你会跟他结婚吗 结果我傻眼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奇怪 他们怎么问的问题都完全不对 都变成儿女私情了你知道吗 我当时我很尴尬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说 问不我会跟他结婚 我不会举他 我会 我不能这样子吧 这样子对女性是个侮辱耶 对不对 我也不能说我会啊 我很愿意 我很在意 为什么不行啊 我爸爸会打死我的 是吧 结果我当时就那么微笑 我笑一笑 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没 你去解读吧 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子 结果你看 那个T8看板不到12个小时 就不翼而飞了 整个都被绑掉了 这太恐怖了 你知道吗 啊 那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 因为这个新闻一上去之后呢 后来爆发什么 所有高速公路旁边的T8都是非法 了解吗 所以呢 当时就一声 喝力啊 要检举啊 要拆除啊 有没有 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T8到底是谁 赶快拔掉了 我也不知道 绝对不是我 了解吗 警方也说他也不知道 我问厂商 他说我也没有 我怎么知道 那么大只 结果我后来就用四个字 不翼而飞 结案了 那也创了12个小时不到 108万飞了 就没了 大概是这样子了 哦 不过你有房子 我说我是有房子 我说老师有房子 他说老师 我们公司 要这个 国票上市 要扩大营业 老师 那我们商量一下 这个你的房子借我一下 那我拿去银行 这个抵押贷款三百万 因为我们需要现金 那这个三百万 您放心 我们每个月 由我来缴就好 结果呢 这个事情呢 我想请问Jerry 我应该答应他吗 对啊 你在做建筑了 你知道不应该答应人家 结果一百年呢 那时候一百年我几岁了 你知道吗 我一百年才几岁 我大概那个年纪 五十年次的 对啊 结果我真的答应他 我居然答应我的学生 因为他是我的学生 了解吗 我当时我为什么会答应他 因为他是我的学生 然后我也知道他有开公司 他公司就是开室内设计公司 那他是一位女生 我也知道他老公 我也知道他有两个小孩 我什么我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说那没有问题 而且他跟我说三百万 他一个月缴一万多块 对他公司是小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 我居然答应他 而且我那时候真的有忙点 我带他去西方银行办 那银行人都认识我 他偷偷跟我讲 陈老师你这样子做好不好 太危险了 我还帮我的学生讲话 我说不会啊 他会跟我办一办 我很认识他 我了解他 我要到台北敢通告 没问题 我还这样子你知道吗 结果真的 我把我的不动场 先给人家去抵押 好 他是那个要还15年 刚开始一两年都没问题 到第三年呢 有一次我在露营 银行就通知我 老师你那个房租 那个房贷都没缴 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不赶快缴的话 要被法拍了 我说 my god 是什么事 等我可以台中再处理吧 我在去银行才知道 他已经三个月 一万五都没缴 哇 那我就赶快跟这个学生联络 对不对 哇 第一个联络 联络不到 想说没有关系 那到他家里去找他 结果遇到他老公才知道 变化太大了 他跟他老公离婚了 然后他们公司也注销了 他老婆还跟我讲说 那三百万他也不知道 他也没有拿回公司 了解吗 什么都不知道 哇 这个也是我人生很大的低潮 一下子三八万 而且的话 老师也告诉你 不要相信本票 我那时候好少 为什么 因为他也让我很信赖 他说老师你相信我 我给你名字 用你的名字借三百万 但是我本票签四百五十万给你 我如果没有照承诺 我跟你讲 我就签你四百五十万 我在想他很有keeping 我都没有开口讲 他自己加一百五十万 所以我就觉得 没问题 你要加钱之下来 哎呦 哎呦 都不知道啊 我们想说本票比较有用 了解吗 结果我跟你讲 我现在只有他的本票 就是债权评评四百五十万 到目前我已经死心了 因为想开了你知道吗 想不开的话太难过了 这个是我遇到的 也是人生的挫折 人生其实不同的阶段都会有挫折 但是我要跟我们的同学们 我们的好朋友们讲 我们一个人还是要有颗善良的心 我觉得我的内心一直都 有一颗善良的心 一颗感恩的心啊 我甚至很谢谢那些给我挫折的人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给我挫折 对不对 没有今天的同一圈老师 我总希望呢 自己呢 用呢 这一个正面的态度去处理人生的每一件事 譬如说 我那三百万 我就这样亏掉了 那老天爷后来也补给我 再来一件事情补给我呢 就是我拍了朱元平的电影 大尾如满 我很感谢朱元平导演 请我拍大尾如满这个电影 我把这个电影给你们讲一下 拍电影是这样子 拍电影的话有分 男女主角他一定是什么 抽趴数 因为男女主角要负责票房 那有些是直接买断 就是你过来 电影公司给你钱 那就没事了 那个叫买断 那我们在大尾如满有四个人 就四个角色 朱元平让我们选 哪四个呢 三朵花 再加上Tony Chen 就是这四位 我们三朵花是哪三位 还记得吗 瘦珠啊 然后呢 美秀姐 跟Bobby的谁 王彩华 还有Tony Chen 我们在大尾如满 就是我们四个人可以自己选 当然我也不知道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选 我还问这三位前辈 因为他们毕竟是前辈嘛 我就分别问他们 说啊现在买断 跟那个抽趴数要选哪一个 你知道他们这个前辈怎么跟我讲呢 他说老师 哎呦 国变姐姐这么不好 我们干嘛去给人家什么 抽趴数 抽趴数你要签合约 而且抽趴数喔 你有时候你钱都拿不到 什么都没有 因为卖不好你都钱拿不到 而且你抽趴数还有哪 电影宣传 你就要跟着人家去宣传耶 你要有义务耶 我们都是买断买断买断比较好 当然是买断了 干嘛抽趴数 他们三个人都这样跟我讲 你知道我说谢谢 谢谢 你知道吗 我身上都有带这个什么 金香玉有没有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心诚哲灵 了解吗 我们带个金香玉 给自己求福求寿嘛 金玉满堂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会带这个金香玉 那我就呢 这个是观音 我就跟观音求 我说呢 我真的第一次拍电影 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 求你呢 这个 让我做最后的决定 因为明天呢 我就必须要把合约书交给电影公司了 了解吗 结果呢 我晚上睡觉哦 就做梦 梦到什么 就是呢 要抽趴数 结果我就勾 我就不敢给三口花知道 了解 我就真的勾抽趴数 跟男女主角一样 所以你看大为如蛮 我会跟男女主角一起宣传 就是这个道理 了解吗 这边还有大为如蛮的宣传 你帮我载一下 应该有剧照 为什么 老师你要跟着人家宣传 主要是因为我勾抽趴数 结果呢 我们大为如蛮怎么样 在台湾一卖啊 我们呢 光票房就卖了4.6亿 哇 我们抽趴数的每一个都赚欢了 赚得高兴得不得了 了解吗 他们三个我要看到 我就不想跟我讲话 到现在还不想理我 你跟我讲了 在晚上的 你不想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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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受主 我还以理你 这些人不想去 当然生气 你逃你一圈 你这块老心老心 其实我没有什么恶意 我就问为什么 你了解吗 也因为大为如蛮吗 所以让我呢 就这个债务就还清了 跟你们报告一下 所以 我觉得人生的旅程总是要 用一颗善良的心去面对 那当然也要有智慧 譬如说 人家现在跟我讲说 哎呀 那再借我房地产包 我真的不会了 现在不会 连我干儿子来我也不要 不要说是学生了 五分甘儿子来找我 我妈妈外 我都不应该 用甘爹 你以前怎么借给学生 我说我知道 以前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的 哦 是这样 那 有一些人生的这种 这个态度 我最后跟各位做个总结 第一个 每天微笑 来面对别人 不管你怎么样 每天进办公室吃麦哦 有微笑 待会儿你跟我拍拍照片 你们看我的照片 有个很大的特色 我的照片 比我本来好看 很多人不敢拍照 有没有 哎呦我不要拍了 为什么不要拍 有啊 对啊 我是不对 有没有看到我的男女主角 在第几页有 好像前面 第十七页 有没有 我们的男主角 有没有 这个女主角郭彩杰 有没有 这个是导演 那个丘黎宽 这是我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跟男女主角 一起宣传 这个都有 在第十七页 我的自传就有了 哦 这个是因为当年 我选择抽爬树 这个男生的话 是这个 杨六龄 杨六龄 也当爸爸了 这么快 也当爸爸了 好 就让你们知道 哎 多微笑 好不好 一笑一解千丑 然后呢 不要说自己拍照不好看 多笑就自然好看哦 培养自信 要多爱自己一点 告诉自己 你要多爱自己一点 怎样多爱自己 你懂了多爱自己 你就不会做错事 就不会做伤害身体的事 伤害自己名誉的事 做 不会做出 让家人难过 让长官伤心的事 哦 再勇于学习 要吸收薪资 我对Jerry 我很佩服 这样子的 这个 企业家 哦 Jerry Jerry本身的话 也是我们 华能工艺节的工艺大使耶 哇 而且我知道 您的卓球打得很好 Table Tennis 你们呢 还有金石卓球馆吗 哦 这些我都知道 我很佩服 而且Jerry呢 真的也是很帅 你们这老板也是很帅 旁边是他的夫人吗 哦 你看你们真的是 非常地搭配 Good match 谢谢你来 谢谢夫人 谢谢董娘 谢谢你们 真的不简单 为什么 因为我们演讲 都会想说 是什么当会邀请我们的 后来我知道 是金石建设 江义的金石建设 我在想说 建设公司 建设公司 本来有人就说 这在几年一种耶 你知道 那几 几 几 没有想我们金石建设 是不一样的建设公司 不管是培育了我们的运动 尤其是对嘉义的这个乒乓球运动 那或者是员工的教育 我觉得他愿意投资这个老板 这不简单 那老师告诉你 其实啊 你们记得 你们记得 老板有告诉我 Jerry有告诉我 你们每个月都有名师来 老师告诉你 一个人怎么能够成功呢 成功就是说 你多认识一些成功的人 你才会成功 这样懂吗 那怎么认识 最起码怎么样 你要有成功人士的line 要加他的line 对啊 你要他的手机啊 0952 322008 对啊 你要这个你最起码要有啊 你要跟他拍张照片啊 对不对 跟他握握手啊 过年过节跟他打个招呼啊 是吧 有什么问题 人生有什么问题 啊 我有认识谁谁谁 找他问一下 这就是成功的要领啊 这是真的 你们要好的把握 因为这个资源 是因为你们有这么好的老板 你们才会有的 没有你平时 怎么可能说 如果要有汤香老师的line 要老师的电话 要跟老师拍照 尤其我是这个世界金色基督 头五满分六七七宝吃人 对不对 这真的是不容易的 因为每个人的背景是不一样 那为什么我这个人比较特别 因为我的优点就是说 因为我单身 我一个人 了解吗 所以呢 我没有下一代 那我很希望把我的know how 能够传递下去 我为什么撒到我的房子 让学生去借三百万 我叫我很少 但是 那个原因是因为我爱我的学生 我把学生当成家人 这样你们懂吗 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珍惜 输到用时方恨少 你们记得这句话 那每一个不同的讲师 你要知道说 这个讲师的专场在哪里 你有什么问题 你想找他 你可以找对人 那唐宁萱老师的专场 我的专场行销嘛 对不对 我的专场演艺圈嘛 电影电视我都知道嘛 我的专场英语学习嘛 我现在有一个专场很特别 我办在家自学 我办在家自学 你们在在家自学 这是一个新的东西 你是我在服务的 现在的小朋友 对不对 可以不必到学校上学 因为呢 我们学校都是呢 集体式的教育 有些小孩子不适合 那现在教育部有开放 我们可以提出申请 写计划书 让孩子在家里自己学 我们请老师来家里加 最重要是同样有毕业证数 这样了解吗 这些都是老师在做的 如果说你们哪天有需要 还有我在法院当翻医官 如果你们有那种法律的问题 你就可以找我 我妈妈是精神病 我把它医好了 怎么医 如果你家里有这种精神 或者你自己 不要等到精神病再来 精神病来太慢了 你也不会来了 已经有压力了 你就赶快来找我 好不好 这些懂吗 好 跟每位讲师 把他的这个联络方式 留下来 跟他交个朋友 然后 然后心中有爱广结善缘 童中求意出类拔萃 并用智慧勇一尝试 再创开封 这个就是我们呢 面对挫折 我们永有的态度 当然最后呢 如果我们有一天成功了 要学我们的总经理 要学唐一圈老师 我们希望能够做新活相传 然后把我们的know how 我们传下去 就希望我们周围的朋友 每个人 因为有我们存在 你们生活的很好 好不好 谢谢 那我的演讲就到这边 祝你们 有三十四里的教育 感谢你们 那如果想要拍照 都可以来这边 没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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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